哈喽,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收看《小神的孩子们》第六集 上集中讲到千警官将钱抛向空中,质问此钱从何来,面掌说这是卖于钱,铃铛一响,脸色一变,撒谎,金坛长走向面掌,闻了闻,挖过不少坟,转身看下大神,为了求子, 在神殿前办了好几年,不还愿就算了,还烧毁神殿,千警官走过来说,演得有点过了,金坛,没礼,他,又走向了猎人,而啊,还没吃饭吧,你爸死里非命,现在连你也被抓了 哎,这都是妈的错,金坛这是被老奶奶俯身了,当了一辈子海女,什么大风大浪都扛过来了,却没扛住人心的邪恶 两人抱头痛哭,金坛精神一晃恢复正常,紧接着就被老板挟持,回忆再次浮现 天国之门出事那天面掌他们也在,所有人都死了,就他站在中间,回过神来的金坛告诉千警官 这里发生过集体死亡事件等,民门抄起家伙,将两人围住,千警官挣脱束缚,从桌子下面拿出自制炸弹,这是他以防万一,提前准备的 有炸弹在手,多少有了点,话语权,看了看海,看了看表,然后点燃炸弹滚蛋 咳咳,怎么没报,再来一遍呐,大家刚放松下来,蹦的一声就炸了 本集讲到千警官拼命招手,好像在呼唤谁 老板冷漠地告诉他,今天有强风预警,不会有传来 千警官被敲晕,面掌亲自动了手,两人被丢到坑里干埋了 千警官还想挣扎,可老板不给他机会,面无表情地开始填上 关键时刻,警方大部队赶到,被捕,两人获救 千警官则被后背来得太迟,到蹦的那下就应该出现 原来,千警官早就和后背商量好了,那个依旧是暗号,意思是有危险 素来营救竟然发现手上的铃铛不见了,还好就掉在附近 可没想到刚捡起铃铛就晕了过去,这一晕就是一个小时 醒来后,状态好了很多,请你问问他刚才怎么回事 眼福神那段还挺像,经常说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这女官吓了一跳,不是演的,难道是真的,也太惊悚了吧 这是后背带来的消息,紫美岛就是当年邪教集体服毒的地方 以前教带于岛,出事后才改成了紫美岛 简单看了看,这不就是他回忆里的画面吗 他说,这件事还没结束,得先离开 这终于告别了令人难忘的紫美岛 得睡个安稳觉了才怪 朱简很快便收到岛民被捕的消息 但眼下还有个案子等着他解决 犯人当着孩子的面把老婆打死 还命名,齐约老婆太唠叨,给老婆静音了 他听说有孩子要养的话,可以减刑这事就拜托朱简了 朱简笑笑,不会伪造一下现场吗 装成若是抢劫的样子 然后带着孩子去买东西,至少不在场 证明,朱简一般管这种人叫两流子 没什么本事,只会在女人和孩子面前耀武扬威 犯人被说得有点尴尬 这活朱简不接太掉价了 那边,岛民一来,警局就扔闹起来 千警官觉得挺神奇 只不过去打听一下小女孩的事 但是,面掌就要杀人,面孔杀一个不够,还想杀两 面掌,一点认错的态度都没有 只恨自己没早点埋了千警官 不管面掌身上有几条人命 只想知道两年前蹲到寻找小女孩的妹妹 是不是面掌 面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朱简向神父回报 岛民被千警官逮捕 神父正因为苹果箱子的事头疼 没工夫打理那些人 距离约定日期没多久了 新世界的诞生总要留点血 既然师父没时间管 那注定自己解决 另一边金坛亲自下手给父亲做做好菜 他心里有很多疑问 却不知该如何开口 只能告诉父亲这次出差去的地方是紫眉岛 父亲没一点反应 他说紫眉岛以前交代遇到 父亲愣了一下 但没什么不正常的表现 金坛继续说道 有个老奶奶管他叫素一 然后拿出了那张寻人启事 父亲努力克制自己说 可能是认错人了吧 金坛装不下去了 他问父亲为什么撒谎 哪怕说是有原因的都行 为什么隐瞒呢 父亲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金坛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他能说出一把个来 他比金坛更了解金坛看着可怜的父亲 金坛不忍心再问下去了 他哭着跑了出去 父亲也跌住在地 相亲相爱的父女俩从此有了隔阂 朱俭约金坛吃饭 他吃饭饭菜很简单 因为吃不是目的 聊天才是目的 与此同时 千锦官开始分析局势 事件的起因是94年失踪的小女孩妹妹去找 小女孩死了 老奶奶想说小女孩的事 死了 她去找小女孩 差点死了 妹妹管小女孩叫潘东拉摩河 好按金坛所说 她就是那个小女孩 94年来发生过天国之门事件 金坛说那件事还没完 为什么呢 因为她看到岛民们穿着一样的衣服 站在发生天国之门惨案的地方 所有事都发生在94年的12月 看来那天发生的事至关重要 金坛给朱俭大概讲了一下岛上发生的事 说到那三个孩子时 朱俭有点动容 朱俭问了下金坛小时候的情况 金坛说自己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对母亲没什么印象 朱俭正好相反 朱俭只对母亲有印象 对父亲没印象 自有记忆以来 母亲就一直给她做紫菜包饭 顿顿吃 从不换药 然后有一天 母亲喝了四瓶烧酒 睡着后就再没起来了 第一天她一直哭 第二天肚子饿了 就把所有的紫菜包饭吃了 紫菜包饭里永远都是胡萝卜和鸡蛋 她想吃些肉 可母亲从不给她做 她有时候会想 母亲是不关心 她还是觉得她烦呢 没想到一表人才的朱俭这样的童年 千锦官看了一整碗资料 天刚亮就把金坛叫了回来 两人重新梳理了一遍天国之门事件 三十一名教徒被邪教蛊惑 喝下了有毒的葡萄酒 现场留有一书 最终已自杀结案 事件发生后 邪教销声匿迹 尸检报告上写着死者胃里 有消化一半的食物 伙食还不错 这就是问题所在 那三十亿人长期营养不良 说明伙食并不好 所以那晚的饭是最后的晚餐 如果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 还会值得相信吗 是对邪教的信任 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 还是压根就不知道自己会死 晚饭是六点 礼拜的时间 礼拜的时候 好好的为什么要选择这天呢 遗书上写着 黑暗笼罩大地 血月高挂夜空末日即将来临 我们会率先到达天堂 黑暗和血液指的是月全食 毒用的是青酸钾 大概是八点左右合下的 金坛大声声地喊着 不要 三十亿人集体看向他 这什么情况 为什么要看他 为什么能看见他 金坛也不知道答案 他被吓坏了 先警官让他睁开眼睛 这才种幻想中挣脱 金坛还是很害怕 那种恐惧感深入骨髓 两人稍短休息 他金坛平静下来后 请你问问他 到底在害怕什么 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总能看到一个画面 好多人死了 他一个人活着 起初他以为 那是别人从子美岛 回来才知道 那是自己天国之门 事件 发生在平安夜 素衣失踪发生在圣诞节 先警官推测 金坛是天国之门的幸存者 同时也是目击者 所以妹妹才会称他为潘多拉魔盒 妹妹 白公主在挑逗朱俭 朱俭是他的玩具 让他欲罢不能的玩具 逐渐对他越冷淡 他就越想得到 他问神父手上 是不是有他爸的把柄 他把抠的都要死 怎么会一口气均十二亿呢 这件事逐渐无可奉告 他警告白公主 不要多管闲事 好奇心会害死人的 与此同时 先警官和金坛去警告岛民 要么坦白从宽 要么坐牢 这在岛上挖到的苹果箱子 整整有十亿现金 后边问了一下 初事故的那辆车上全是这种苹果箱子 大概有七十亿左右的现金 主人还没找到 自己身份不明 目前是重伤状态 车也是黑车 无总查找 另一面 神父着急 那些钱里有他的十二亿 总不能让他再拿十二亿出来吧 得想办法把钱拿回来 在约定日期 钱送到局后补那 局后补能不能当选 全靠哪些钱呢 本来神父去认证一下就行 和现在事态不一样了 根据朱简得到的消息 先警官在姊妹岛找到了一样的苹果箱子 去认人的话 等于承认和姊妹岛有关系 所以不能贸然行事 有舍才有得 警局那边 院长突然带头承认罪行 这都是逐渐安排好的 逐渐率先出钞 先警官只能见着差照了 他要向媒体公开说钱 是非法赌博资金 如果在规定时间内 无人认领钱 就全部成功 他这是要逼神父来领钱 局后补也在关注这件事 那可是他的选举自己 不过他并不担心 朱简在操办这件事 他相信朱简的能力 受伤的司机住在白会长的医院 那人有三次休克 正好朱简的心意 朱简要把他打造成强盗 强盗抢走了教会的资金 以这种方式化解千警官的杀招 但千警官还有后手 他不打算给神父留喘息的时间 是时候让流浪汉大对伤了 让他们去教会附近 盯着 把那里发生的事一字不落地告诉他朱简 那边也没停止正常 局后补动了点关系 把朱简身为特殊部部长 晚上 教会那边有情况了 他们要开始伪造被抢劫的证据 流浪汉立刻向千警官回报 千警官等的就是这一刻 救会那边被打个措手不及 钱的主人出现了 是谁这么大胆敢基于上帝的钱 是算命先生 做戏做全套算命先生自称是在美国做生意的商人 警方没有透露具体数字 他却能准确地输出是70亿这样下去前就被算命先生拿走了 千警官去见神父 他说算命先生是他找来的 神父只听过千警官的名字 这是第一次见本人 千警官官给神父留了两条路 要么坦白一切拿回钱 要么就把十页算进去 拿八十页去救助贫困户 神父手上拿着电话 钱在另一边 听着 千警官给神父一个小时的考虑时间 神父脸色难看 神父最后有没有去领钱呢 千警官又怎么布置招数呢 朱简又怎么拆招 怎么瞒过去呢 好嘞 今天就说到这里 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下一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